回谷经典电影 人在窘途 善良的人都会被上天善待 善良是人的天性 也是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拥有的最纯洁的一种品质 最从《三字经》中 人之初 性本善理可以看出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都是善良的 一个生命的诞生也是意味着一份善良的存在 而后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部分人走向了善良的另一侧 这也是必然存在的 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万事万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这也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所在 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一规律 在这样的规律之中尽自己所能走向善良的一方 不忘初心 方给始终 每个人都会走下坡路 但是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都走下坡路 在这社会生活 有许许多多的人是不容易的 因为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两个字 这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所在 在这样的差距之下 我们如何去找平衡点 我们就只有不断地询问自己的内心 因为答案就在你的心里 这个答案是每个人都有的 并且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所以你如果要想知道这个答案 请你自己问你自己的内心 很多的电影故事都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现象 而这个社会现象往往是取自于我们的真实环境 这也直接地导致了我们能对部分电影产生了情感的共鸣 因为它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 所以我们有时会因为部分电影的部分情节而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不是柔弱的表现 这是善良的最好呈现方式 能打动你的必然是你内心存在的 所以你流下了珍贵的眼泪 这也是你的善良 电影人在窘图讲述的是 一位孤人名叫刘狗 因为要过年的老板没有给他们发工资 而去找老板要工资的路上发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中的刘狗是一位孤人 当时因为去找老板要工资 在路途中遇上了一位老板叫李成功 他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最开始刘狗跟李成功是在飞机上遇见的 但是因为当时他们的飞机票是同一个座位的 所以起了争执 而后又被留了下来 但是因为急着回家 于是他们又换了交通方式 可是这也是缘分使然 两个人最后都换了火车 并且他们还在同一节车厢 这样看来刘狗跟李成功的缘分是上辈子注定的 其实也不是的 只是他们去的地方本来都是一个地方 所以能买票在同一节车厢也是正常的 这也不是故意而为之的 毕竟最开始他们认识的时候 是在同一飞机上认识的 这也说明了他们去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 就这样他们在火车上发生了很多快乐的事情 但是也是天功不作美 在他们坐火车坐到了中间路段的时候 火车前方因为有他方所以导致了铁路不能正常运行 这也是运气他们于是就换成了汽车回去 在这样的换成之下他们也是很疲倦的 毕竟回过家都是一波三折 这也是不容易 李成功还好 只不过他当时也是有急事 所以着急 刘狗最为一个工人 因为是去找老板要钱 所以他也担心错过了时间 他更着急 毕竟有时候上天的安排就是令人捉摸不透的 而后他们乘坐的客车 因为前方出现了故障 所以封路了 这司机也没有办法 当时听附近的人说 这要封路封到三天 这样的话他们就错过了回家的时间了 于是刘狗跟李成功决定一起走过那段被封的路在另外找车 就在他们走的那段路中 因为刘狗的善良刘狗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位困难的人 当时那个人说的世界的 但是刘狗也相信 当时李成功还劝过刘狗 说他可能是骗子 但是最后刘狗还是一意孤行了 刘狗因为没有钱了 但是李成功看在刘狗善良无助的处境 于是李成功就接及了他 最后他们一起住宾馆 一起回去 但是在回去的过程中 李成功的钱包也被人偷了 最后他们就真的没有钱了 只有身上仅剩的零钱 但是上天总是在你绝望的时候 回向你伸出双手 刘狗因为那点零钱去抽奖 最后抽个一等奖 面包车一步 这里小编不得不说 小编买彩票这么多年了没有中过一次 可是这里的刘狗却一次就中了一辆车 这也差距啊 他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呢 而后他们就开着车子到达了目的地 最后也是李成功接济了刘狗 从这部电影中看出刘狗一波三折 但是最后却得到了李成功的接济 是因为什么呢 小编觉得是因为刘梗的善良打动了李成功 所以请大家时刻不忘初心 保持善良 因为善良的人都会被上天善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